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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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肖春老师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台北股市这两天 都会看到指数就只有小涨 而且都是量缩 那当然这跟美国股市 在礼拜五的时候休息有关 但是我们看这两天 虽然没有什么量 那指数只有小涨 可是我觉得台北股市表现很不错 为什么 来仔细看 今天的盘目前只有涨四十几点 成交量目前预估到收盘不到2000亿 对不对 可是你注意看 台北股市也没大底 最近的盘 离那个前高其实只差一点点 那有没有机会过前高 到底这个盘 从去年10月份涨到现在为止 涨了3200多点 到底是多头还是空头 各位我们来仔细看 因为这些东西 其实我们一直都有跟各位去分析过 像在3月底的时候盘在走震荡 我就跟他讲啊 来到4月份啊 到底要怎么看这个盘 我跟你大家讲两个重点 一个叫美元 一个叫南韩 对不对 好我们来看吧 美元的走势呢在近期啊 你没有看到他什么叫大涨吧 是吧 从去年10月份跌下来 虽然有反弹跌升弹而已啊 那最近这两天呢 稍微有弹一点点啊 可是也没有让你看到大涨嘛 所以呢 以美元的角度里面来看 它没有问题 因为 未来 因为5月份会不会再生意嘛 那都还是问题在 所以呢 到了6月份会不会再生意嘛 那以后再说啦 尤其这个礼拜会公布CPI指数嘛 那CPI指数公布下来 因为他是去看3月份当时的物价嘛 因为4月份去看3月份的物价嘛 那你整个3月份的油价 它是一路大跌的 所以我说CPI指数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所以呢 公债殖利率还会跌 所以呢 美元啊它也上不去 有没有 好当美元一上不去 美元一走弱的话 接下来你就看啊 你觉得南韩会怎么走 你有没有看到南韩在创新高 有没有 我3月29号的时候 我在这个地方跟你讲南韩股市 等会我们讲完之后 你就看南韩股市一路往上飙 那在中间的过程里面 上个礼拜稍微有点震荡嘛 很多人就跟你讲啊 你看这要跌啊 这要跌啊 这里要走空啊 没有我跟你讲没有 我跟大家讲过 这个南韩股市还是要创新高 对不对 当南韩股市创新高 我是觉得啦 接下来的中国股市要创新高 应该 只不过是这几天的事情而已啦 那如果说当这些指数都创新高 那我问你们 这个盘是多的还是空头 答应该很清楚啦 那这些东西我都讲过了 我们今天重点不在这个地方 今天重点要放在哪里 也就是说台北股市既然 现在离前高只差一点点 那关键是台股要怎么创新高嘛 就是说这个结构的重点它放在哪里嘛 我常跟大家讲说 我在节目里面跟你讲的东西 很多老师讲不出来啦 反正就是涨的都是他的啦 我跟大家讲啊 这盘为什么会亮缩啊 你不要说啊 因为美国股市修饰 我认为那只不过是小部分的原因啊 这个盘会亮缩的原因是因为啊 很多投资没有人家股票都套牢啦 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发现到 有没有一种感觉啊 好像那个电子类股 在那个温水煮青蛙的感觉啊 什么意思啊 我们来看嘛 台北股市也没有让你看到大底啊 以前高只差一点点啊 我说你不能说这里是空头嘛 对不对 那当然了 你要一路凹一路凹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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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去年10月凹到现在 我跟你讲 那个会员都死光光了 而且内容老师也没有会员 我跟你保证没有会员 为什么 你会去跟一个老师 凹大半年的空头 要又没有凹成功 结果又被嘎到爆 你还会去参加内容会员吗 参加内容老师的会员吗 不会嘛 既然都没有会员 你随便他怎么讲 对不对 所以但问题是台北股市 结构上面要怎么去过前高 我说了 电子类股现在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 有点温水煮青蛙 什么叫温水煮青蛙 你看 等到涨上来你去追 追到高点之后 你看到现在都已经让你看到 出现套牢筹码去了 有没有 你再仔细看 有些个股上来 结果你去追 一堆老师都说有 有之后到现在为止 你看连季线都破了 这上面是不是都是套牢 对吧 你看都套在里面 这些股票其实蛮多的 你注意看 比方说金硕 当初涨上来你去买 买到现在为止 你要怎么赚 都在等解套 你看齐邦也是一样 之前涨上来 如果你前面低点没买 涨上来你再来买 今天一破线下来 这上面已经有一个月的套牢筹码区 那更不用说什么 连这些全持股都这样 这是联发科 对不对 然后呢比方说 威慎嘛 上面去追的到现在为止 也是一样啊 都在等解套啊 这大型的个股也是一样嘛 上面都是套牢的嘛 对不对 好我们不用再举了啦 再举下去 我知道你心情也不好啦 可是现在重点在哪里 就是说 像电子类股啊 我说你有没有感觉到 你像那种温水储清 尤其这一个月以来 只要你去买电子股的买电子股的 看到涨的你就去追的 几乎全部倒在上面啊 那可是呢 你会觉得很奇怪 怎么搞的一堆老师还是说 每天的股票都是 最强的股票是他的 我跟大家讲 你放心啊 现在讲的股票你都没有了 因为一堆老师在后面停损 他不可能讲嘛 对不对 停到后面也不好意思 股票就套牢了嘛 可是又要上去做生意呢 结果就是拿每天 那个涨的股票来跟你说 所以我说到后面啊 那些股票你都没有 你放心你都没有 当初你就是看那样的节目 去参加的 参加到现在为止 我跟你讲 等你哪一天感觉到说 这种盘子 这种讲法 其实真的是不对的话 你已经没有钱了啦 已经全部都套一堆了啦 所以你现在稍微去改正 那要怎么去改正 你怎么样帮你反败为胜 我还是一句话啦 你要看得懂盘啊 你才能够赚得到钱 OK好 那现在怎么赚钱 我们来看 之前我就有跟大家讲过了 电子股好多老鼠 你有没有 你有没有发现到 现在电子股老鼠越来越多嘛 对不对 当初我也 三月初我就跟他讲啊 嘎空持续嘛 但是有又多风险哦 三月二十四我也跟他讲嘛 那个又多的陷阱会更明显 到现在为止 你就会发现到 哇怎么搞的 买的股票全部都套在上面 好 那怎么反败为胜 那你现在去看 这个结构里面啊 台北股市 我说 这个地方你要过前高不难啊 可是重点是 要怎么去过前高 也就是说啊 当整个电子股股让你看到 哇怎么搞的 温水煮清花 月套越多 月套越多 现在都在等解套嘛 所以没有量啊 合理啊 因为你叫他买电子啊 可是你现在去思考的是 当电子股股啊 一定有法人 或者是主力 或者是大资金的人 他在上面先卖嘛 卖掉之后 才会让你看到股票上不去嘛 现在都套在散户身上 所以这里会有资金移转的效应 我4月6号就有跟各位讲过 电子它会转到非电子 那你台北股市要过前高 你现在电子类股套一堆了 所以一定是非电子类股往上带 那这个盘呢 它才能够机会出来创新高 那国际股市都要创新高 你不可能说台北股市不创新高嘛 对不对 那重点是 这个资金移转的效应 我们现在要怎么去抓 到底什么样的个股有机会 各位 今天我测标写了 航运股会不会大涨 你看我节目 我不会东点西点 我会不会给你买一堆 对不对 我说在这个市场里面 我自认为 因为我每天都在做功课 我自认为我能够帮你挖掘潜力股 到底在哪里 那航运类股呢 在这波走势里面 我们大概这一个多月 我都跟你讲电子股不要碰 你不碰就没事啊 不碰就不会被套嘛 你不碰你就不会变什么 变老鼠嘛 对不对 但是呢在这一个多月里面 我跟大家说啊 你要留意哪里 航运类股 为什么航运类股有没有大涨 关键在哪里 我们来仔细看 我再说一遍 我也不要去播什么VCR 因为我所有讲的内容 在我们这个Line Edge里面 都写得非常清楚 那如果说你今天 可能不是会员的 你今天可能上班族 没有时间看节目 我说那都没有关系 你加入这个Line Edge 一定能够帮你很多 好不好 能不能帮得到你 我们来仔细看 这是2月13号 大概2月中左右的时候 你看2月13号在哪里 在这个位置区嘛 怎么样 那天的航运类股 长荣啊 我把它缩小 长荣跌下来之后 它创这个波段的低点 对不对 阳明当天也是创 当时在去年 那个波段以来的低点 一堆老师在骂 你看那个航运股怎么样 怎么样怎么样 各位 2月13号那天 我说航运股 要开始留意 大家都在骂 我跟你讲 航运股要开始留意 你看到他来早上9点40分 应该开盘没多久 我就告诉你了 对不对 好再仔细看 2月15号 那时候我也跟他讲 航运股可注意最近的走势 对不对 2月20号 那时候我也跟他讲 接下来留意什么 海运股 你看这都是早上的时候 大概9点多就跟你讲了 对吧 好我们来看 当初2月13号的时候 我跟他讲 台北股是要不要涨 关键在航运 可是那边的航运股呢 是创破端低点 一堆老师在骂 2月20号我跟他讲 轮涨撑盘的关键在航运 所以呢 当时有低点的时候 我就叫你买 有没有 长龙149嘛 扬名60块多的时候 我叫你买吧 不是说等他涨上来的时候 我再叫你去买 我跟你他讲 你看得懂的人 你不用说等他什么涨的时候 你一定要再来买 跌的时候你会知道 那就叫做机会 OK好 所以当初 这个位置买完之后 他有先涨一段 当初这个位置买完之后 他有先涨一段 那你就可以发现 我不是叫你追的 我就帮你放下 那个潜力股在哪里 低档的时候你就先买 你不是要买低卖高 那为什么你现在都在追高 一堆老师 那个都是电子类股 涨上来或涨停板 他都有 你都在追高 可是我没有 我那时候都低档叫你买 对不对 重点来了 韩英股会不会大涨 有没有机会 我们来看一个重点 当初为什么这个点 那时候我叫你去买长龙 叫你去买阳明 我那时候跟他讲过 你从BDI指数 BCI BPI BSI指数 这四大指数来看 当时才刚从低档 涨20% 涨30% 涨17.5% 涨4% 涨40% 对不对 问题是他有没有机会上去 前面那一段 为什么航运内股能够先涨两成 因为BDI指数 他让你看到一路往上 对吧 那时候也涨了两倍 你看啊 从那时候只有涨两成 结果呢 先涨两倍 因为基期低嘛 让你看到涨很多 对不对 好那再来 那近期呢 BDI指数呢 让你看到什么 涨多之后有拉回嘛 我上礼拜就跟大家讲啊 现在你会发现到 这个拉回之后啊 现在BCI指数已经让你看到 又在创新高了 BDI指数呢 来到1560 前高1603啊 这个地方有没有机会创新高 有没有机会创新高 好那各位 这个很重要 我们来仔细看 为什么跟大家讲说 航运内股有没有机会大涨 因为你现在这个盘 它是多头啊 可是人家电子内股套一堆啊 是不是 你爱追嘛 你就去追嘛 你不喜欢航运 就不要看没关系啊 你都不要买 我可以跟你讲啊 到时候航运股一涨起来 那些老师都有航运股 你会知道你会被他搞死 都要乱搞 好那重点是 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说 航运股有机会 你来仔细看 你看哦 航运内股呢 当时啊 你还记不记得 民国一百年的时候 就两年之前嘛 当时的长龙最高 已经涨到233块 对不对 好我稍微把这个弄一下 弄个量 你这样会看清楚 对吧 你想想看啊 那时候才50几块 涨到200多块 涨了四五倍以上 那为什么当时这一段 它会让你看到 哇怎么搞得 长成这个样子 你仔细看哦 原因在哪里 这两张图 两张图我把它结合起来 上面是BDI指数 下面呢 老婆你先把我名字 都先去掉 就先去掉 下面是长龙的走势 你会发现到 两年之前的时候呢 长龙啊 从50几块标到 我们把它还原全值啦 把全值还原的话 是500多块 540几块 那你仔细看嘛 当时长龙的高点 是不是又是属于 BDI指数的高点 对不对 好那注意看 你再仔细看哦 当BDI指数压回的时候 那个低点 那是不是长龙这个低点 有没有 几乎 时间点快差不多啦 几乎快一模一样 然后呢 BDI指数在反弹起来的时候 你看啊 长龙是不是从低档 又反弹起来 没错啦 几乎一模一样嘛 那结果呢 当整个BDI指数 在这一段 一下跌下来的时候 那几乎嘛 那长龙就没有高点啊 就下来了 是不是一模一样 好那你再仔细看 BDI指数 当时从这个低档区啊 开始要起涨之前啊 差不多也是长龙的低档区 对不对 你看哦 这一段中断在整理的过程里面 几乎啊 长龙在这段期间里面 他也在走整理 是不是 所以我问你啊 你觉得航运内股会不会大展 你现在指标要看什么 不用讲啊 就BDI指数啊 是不是 高点 高点 每次的高点 每次的低点 几乎都一样 整理完之后的攻击 也差不多都时间都一样 是不是 好那重点来了 刚刚我们说过了 那你现在BDI指数呢 他现在离前高啊 只差一点点嘛 现在BDI呢 已经创新高了嘛 是不是 那你现在呢 经过整理完之后呢 现在这些航运的指数 都已经开始慢慢有上来哦 可是他有没有机会再创新高 如果说他能够再创新高 那不用讲了 航运内股一定跟着往上嘛 对不对 那现在重点是 我要怎么去研判 他会不会创新高 有没有机会再往上攻 那看什么东西 我跟大家说 有一个东西很重要哦 直接从这里来看了 我们大家节省时间一下 BDI指数会不会涨 其实跟中国的经济 有很大的关系了 我这样讲 你应该都可能能够认同啊 因为中国是蛮大的一个出口国嘛 对不对 好那各位你注意看哦 上面这个是BDI指数 下面这个是中国 还有上海出口集装箱的运价指数 我们先来看这个东西 红色这条是上海的运价指数 你现在看到蓝色这条 看能不能把这个放大 对对OKOK 蓝色这条 这条是属于什么 中国的运价指数嘛 中国是全中国很多港口嘛 所以一定要动的话 那当然是上海的运价指数先动嘛 对不对 好你注意看嘛 当上海的运价指数 高于全中国的运价指数的这个点 这就代表说它形成黄金交叉嘛 对不对 好你现在回头来看哦 这个黄金交叉一出现的时候 BDI指数开始从低档翻扬 好我们先把两个图拿出来看 有没有 BDI指数要怎么样才能够大涨 你看红色这条啊 上海的运价指数你就可以知道啊 上海运价指数一上来的时候呢 BDI指数就开始往上冲嘛 对不对 但是重点是 上海的运价指数一定要跟中国 整体中国的运价指数形成黄金交叉嘛 红色要大于蓝色这条嘛 对不对 好那我跟大家讲 我们刚刚说嘛 BDI指数有没有机会再往上冲 你现在要看什么 看上海的运价指数 上海的运价指数 对吧 那我们说嘛 它这一定要形成黄金交叉嘛 对吧 好那各位我们仔细看 这个位置区 我们要把这个位置区放大就好 现在上海的运价指数 来到956.9 全中国的出口的运价指数 来到952.8 这代表什么 红色这条 已经高于蓝色这条 有没有 那当这个地方出现黄金交叉 就如同这个地方的这个点一样 当它出现黄金交叉的时候 BDI指数 它要开始往上冲 你懂我意思啊 所以为什么这段期间里面 我一直跟你讲说 那个 那个航运类股你就先做一下啦 那个有低点你买 你不会吃亏嘛 你去追个电子类股 追到现在为止一堆老鼠啊 那你现在整个航运类股的 这个时间点 就是说全球的运价指数的 那个时间 这个时间点的位置 几乎 跟两年前的那个位置 几乎开始一模一样 所以当这个上海的运价指数一上来 我讲后面BDI指数就开始往上飙了 那你再回想来看嘛 刚刚我们说过啦 当BDI指数往上飙的时候 我问你嘛 航运类股会不会长 你自己去看 之前的图形你就知道了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这段期间里面 为什么我跟你讲说 航运类股你又买一点 那当然我有没有这样子跟你说 我们现在回头来看嘛 怎么样才能够赚得到钱 不是说等到涨上去 我再叫你买 同样的你再从LINEX里面来看 3月24号 那时候我就说啦 电子类股筹码已经乱了 以免当市场最后一只老鼠 你不要追啦 你要追我看你啦 这你的问题啦 我说航运是指数 续创新高轮涨的重心嘛 你措施2月中低接的机会 近期新加入的会员 在昨天航运股测季线的时候 我们开始低接 有没有 好我们现在回头来看 你看 当初这个位置需叫你买 对不对 买上去之后呢 正好可能遇到一些国际的那个什么银行倒闭嘛 所以他也出现压回嘛 压回的时候我还怎么跟你讲 我说来到季线位置区的时候你可以买哦 对不对 所以各位你仔细看 我怎么带你做 不用追啦 有什么好追的 这是长荣嘛 3月23号那时候回这季线 阳明我们进场买 长荣我们进场买 你会发现啊 都是没有涨的时候 没有涨的时候我叫你买嘛 对不对 3月30号阳明那时候还有一次低点 我也叫新会员 在63块左右买 对不对 所以你就会发现到 有低点我叫你买 这里低点叫你买 现在已经开始慢慢起来了嘛 对吧 那会不会大涨 我刚就说啦 上海运载指数已经起来了啦 当上海运载指数一起来 BDI指数就往上攻啦 那现在这个时间点 跟两年前那个时间点 BDI指数要大涨情况是一样 所以我问你啊 你现在要做什么 你想一下啦 你还做电子行银做吧 反正已经套一堆了嘛 对不对 再多套一点无所谓啊 套到最后你到时候 钱越来越少的时候 我会跟你讲 你才会发现 那个什么每天都涨停满 都他家的真的是他妈的王八蛋 我说句实话是这样子 人家都在乱搞你的钱 你还是去给他搞 那是你的问题啊 所以我是建议各位啦 有低点你先买 而且你看得懂 你不用说等到涨上来 你再来买 当你看得懂这种盘式的时候 你看得懂这样的走势的时候 你不会航运类股买一堆 你懂我意思啊 有些老师都在乱搞啊 所以呢你会发现 越来越多老师在讲航运股 我跟他讲 我买点都给你看啊 反正都是在帮我们抬轿而已啊 我说很多时候 老师是有程度上面的差别 所以我还是要跟各位说 航运股大涨的关键在哪里 你已经知道了 要不要做随便你 好不好 不认同的就算了 那你就继续买电子类股 那我们就是这样子 稳稳当当的 待我们的会员操作 OK 那当然如果说你有任何的问题 因为昨天那个上礼拜的专案 已经结束了啦 那如果你真的认同的 我们的做法 你再打电话进来问 好不好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待会回来 运达头顾肖老师 富贵稳中球 50%服务到年底 50%服务到年底 民衡有限 额满皆知 舒服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头顾肖老师 富贵稳中球 50%服务到年底 50%服务到年底 民衡有限 额满皆知 舒服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欢迎到现场 今天我们跟各位讲解说 航运股会不会大涨 它的关键点到底在哪里 我们刚说过了 这地方跟BDI的指数有关 那当然你BDI的指数 能不能大涨 又跟什么 上海出口集货箱的 一个运价指数有关 现在已经开始黄金交叉了 这跟过去这两年之前 航运股大涨的情况 一模一样 这已经开始有出现 那个迹象了 那当然这个时间点 如果说你还是只靠 电子类股的话 我认为了 电子类股已经套一堆了 那如果你今天能够认同 我们的操作 你现在不知道 怎么去做切入的 我欢迎你跟着一起来 刚正好公司有拿这张 上个礼拜的这个专案 我跟他讲 这个专案就最后一天 我们就干脆 今天把它当最后一天 好不好 你打电话进来的 后面该怎么去操作 你手上的电子类股 我一并帮你处理 好不好 50%付到年底 今天就最后一天 我们把它结束掉 OK 欢迎你来电咨询 明天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